哎 别的先不说啊 嗯 要是半斤你怀孕了怎么办呢 我要是真的坏了 我就准备把他生下来 我觉得我自己带孩子 应该能给他带得特别好 那你父母那边什么意见 他们能接受就接受 接受不了 那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当过 再苦再难 我自己都忍着呗 真棒啊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难 最难的时候就是他小 他小的时候 他只会用哭和闹来表达情感 等他大了 可以跟你交流的时候 就会好很多 你看我 我一个人死拉硬拽的 我们家童童先都上小学了 所以你回头看 并没有那么难 我叫你让他该干嘛干嘛去 你怎么还搓合上了 别跟我学啊 你长点心要点脸 大老爷们 你有没有良心你 哎呀 他们在说话 你别瞎掺和 等我等我等我 我把话说明白 你们俩是不是非得 把我们俩搓搓在一块 小黄人挺好 勤快实在对你好 他是他我是我 你是单身母亲 但是你长得漂亮 你有姿色 你以后不愁找不着别人 他呢 他顶一红鼻头 那大爷孩子 谁要的呀 这个你放心 我以后自己带着孩子 我谁也不找 你就别在那犯宁了 我告诉你 你真没人那两下子 你才靠脸吃饭呢 我告诉你 你女人离离婚带着孩子 找个对象男着呢 哪有你想那么容易啊 这跟长相没关系 哎你就别这样说话 不行腰疼了 行不行啊 你退一万步 还有曹小强给你垫底呢 你别拿曹小强打仗 我告诉你 哎曹小强 我现在跟你结婚 你立马当后爹 你问他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你问他 我愿意啊 曹哥 嫂子 恭喜你们啊 行行行 你别跟人家掺和我 咱们说咱们的 你什么 你趁早说出这份心 我告诉你 我就算今天死明天我也不会跟你结婚 就算全世界只剩咱们两个人 我立马做变形手术 我跟你当姐妹 你该干吗干吗去 你太过分了 我就过分了 怎么了 看不过一块混蛋 我要是不耍混蛋 我要是不过分 我们俩人真在一块 他怎么办 老天要惩罚我 我认了 我不能再拖一垫背头 她是一个好姑娘 谁都知道 那我怎么办 我要是真把她留下来 我再是混蛋 我再拖一垫 我再拖一垫背头 我再拖一垫背头 你你那在... 他一段矿滚 我这人信得挺急的 但有些话我还是想问一下 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什么都是真的 你没跟我开玩笑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不管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刘晨熙开不起玩笑的 我一点玩笑都开不起了 这段时间我和你在一起了 和童童在一起 我们三个人 一起吃饭 一起玩 我真的有一种 找到家的感觉 但你得知道我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你还是从前的你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变 童童跟你一样一样的 童童身上全是你的影子 我真的喜欢童童 我会对她好的 你相信我吗 我信我当然信了 那你还是相亲 你没有想到过我吗 我当然想过你了 妈妈太骗你 我脑子一想过 像我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脑子也就闪过 我想 我离了你没结婚 省得磨合了嘛 你要正心地跟一个人磨合 多伤元气啊 对啊 所以啊 你不还得跟赵凯吗 那会儿 你跟赵凯分了没有啊 未分 你没骗我吧 分了 你这是要打什么场 我说哪儿了 我说 我说我 我想过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没敢深想 我是一个离了婚 不能带着一个孩子的妇女吗 你是一个黄黄大小伙啊 小强 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 我 我觉得你这么 这么好 你 你肯定能找到一个 比我好的人 最起码比我好啊 你对我还有没有那种感觉 是 谁 成平 花枪 小强 你都不知道 我这些连日这么过 你怎么样啊 好 感觉好点吗 好多了好多了 好多了啊 我这样 真是舒服 怎么样 那个 你爸这腰啊真是的 他特别不好这腰 扛冰箱扛的就是 你俩赶紧复婚吧 装什么装呀 这怎么说话的你这孩子 那你回来那么晚呢 妈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什么事 我可能要升职了 真的 我们林总跟我谈了 说昌平那边要开一个新店 想让我过去当分店的总经理 好啊 昌平是不是太远了点 不是 我也觉得有点远 那你再考虑考虑 行 那我再考虑考虑 行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你这说什么呢你在这儿 童童 童童 你又跟我眼滚刀肉是吧 你给我起来 你起来我跟你说话呢 怎么了啊 童童童 童童 又把同学给打了 十二天欺负我的 他把我让我输死了 那你就能打人啊 你就能咬人啊 你是不是属狗的 你笑什么呀 你教育孩子呢 你怎么女肥贼啊你 童童 妈妈说得对 打人是不对的 咬人就更不对了 你咬他哪儿了 还是我妈妈说的嫂 童童 我跟你说 你今天必须跟泳哲道歉 你们是同班同学 又住在同一个小区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怎么跟人相处啊 我不去 你走不走 我没错 你去不去 我跟你说 人家泳哲妈妈在门口等你呢 走 我又不去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你们魂后魂后呢现在 走不走 童童童 早上时候跟你说一句 我敲敲话啊 曹好强 你别跟他废话 瞧瞧 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去跟他和好 拉拉手 还做好朋友 行不行 我不去 我讨厌他 哦 对 欺负女生的男孩子 最讨厌了 是不是 曹叔叔支持你 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的 办法表示不满呀 不能打人的 女孩子更加不可以咬人了 嘿 他总是欺负我们班的女同学 大家都不喜欢他 我 我不怕 嗯 哎 那泳哲在班上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好朋友啊 大家都不喜欢他 哦 我知道了 他是想用欺负小朋友的办法 让大家注意他 关心他 嗯 那 你肯不肯跟他做个朋友呢 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对啊 你看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其他所有的小朋友都不理他 就你一个人愿意跟他做朋友 然后他就记住你了 他就记得在北京 有一个叫童童的小朋友 愿意跟他做好朋友 好不好 我们大度一点 我们原谅他 好吗 嗯 嘿嘿 喂 拉钩上了钓 一百年不许便 屁股做得烫不烫啊 烫不烫啊 走 好了 没事了 孩子怎么了 泳哲要出国了 童童有点舍不得 我告诉你 俩孩子打出感情来了 嗯 我发现童童才是他们班大姐大呢 那是 跟你脾气一样 他自己想了一个道歉的办法 又不好意思说 你别去了 我去吧 哎 我觉得 童童还挺喜欢你的 小叔叔 快点呀 来了 怎么办 我们道歉都迟到 他没有诚意了吧 嗯 你说 那我们回家吧 肯定我们 我来道歉了 他还不在 泳哲明天就回韩国了 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他了 到时候你就没有机会 跟他说对不起了 你们要是不和好的话 你就少了一个好朋友 你愿意吗 那我们去找他好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呀 那 我们就想了办法好不好 小心点 快小心点 好 泳哲 金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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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哲 泳哲 金泳哲 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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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让我走下去 妈妈 哎呀 神呐 祝祝我啊 神家 妈 我最后 我最后冲刺了 妈 我马上就倒住了 妈 妈 不行 不行 哎呀 哎呀 累死我了 哎呀 哎呀 妈呀不行 哈哈 哈哈哈哈 祝祝我呀 祝祝我呀 祝祝我 哈哈 哎 管童同学 你坐 嗯 你又偷毛妈妈的口红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我不能发现 你过来 哈哈哈哈 点都不输你 你坐好 你开个会 啊 开个会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觉得曹叔叔人好不好 嗯 那你 嗯 你觉得妈妈可不可以跟曹叔叔谈恋爱呢 不可以吗 你觉得曹叔叔人不好吗 他是挺好的 那我能不能跟他谈恋爱呢 我现在还没成人 这种事我们又拿回来 哎呦 但是你要相信妈妈 嗯 妈妈和曹叔叔都会对你很好的 我相信你 哎你跑什么呢 没错呢 对了 我爸生日快到了 你说 我给他买什么 生日礼物好了 嘿 怎么那么稀啊这馅 那真不错 嗯 香香 嗯 没啦这个 闻哪 你太人敢 快快快闻哪 你弄不上了 就催 啊 你先催我吕布一个人 吕布也得闯口气 吕布也得闯口气 吕布呢你 你这讨厌家弄不上了 你干嘛想心思吗 嗯 妈 我今天晚饭不在家吃了 那你上哪儿吃啊 嗯 我去留晨曦家吃 晨曦都已经准备好了 妈 我跟晨曦 我们俩又好了 我最担心会这样 妈您听我说 我们俩有感情基础 而且我也是考虑的 对不 再别激动好不好 我知道 温琴你别激动啊 没事没事 你看 我这 你 你看这事 你慢慢说不行吗 是不是他心脏不好 你就这么一下子 曹晓强 曹晓强 好马不 又不是个好马 曹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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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可以在这里点菜了 真的 我也可以吗 好的 那我看看啊 我要吃这个 要吃这个 还要吃溜肥肠 你来点吧 这个我不爱吃 这个我不爱吃 我妈吃的鬼话还好吃 可是今天是你妈妈要请我吃饭 我 我不想吃鬼话 我就要吃溜肥肠 我不爱吃 我爱吃 妈 回来狗安快点 叔叔呀 我要去点鼓了 好吧 我跟童童说了我们俩的事 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 你以为呢 咱俩要在一起 得先过童童这关 其实我跟我妈也说了 那我先去陪她练鼓了 你真的要吃溜肥肠吗 咱俩要吃什么 谁 来 谁 童童 こと谁 没有认识 别动 来 咱们翻根了 好 站住别动 一二五 再站一个 想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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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你了 想死我了 想死了 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你可要带礼物了吗 这次回来 那当然了 坐下 别人爱你 开眼睛 太好了 谢谢爸爸 慢慢来睡 游戏都给你考进去了 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美国的培训都结束了 我不回来干吗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曹小强 我前夫管林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看这刘晨夕 这有客人来了 你换件衣服换件衣服 这像什么样子 对了 长东 过得好吗 成绩好不好 好 今天我考试考成本地移民呢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 怎么着 走啊 饭都坐上了吗 没事没事没事 你快点吃吧 没事没事没事 老强 对不起啊 你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没关系的 不是 他以前是被派到美国去共干的 没事啊 你改天再请我吃饭吧 小强 小强 那我 这么客气干嘛 你什么意思啊 你干嘛甩脸子给人家看 我甩脸子了吗 我就长这样 诶 童童 爸爸刚才甩脸子了吗 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瞎说 这不是你先当着孩子的面问的吗 咱可都说好了啊 各自交朋友没关系 就是别当着孩子的面 来 这都带家了呀 他跟我住一个小区 倒是方便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反正啊 就是别当着孩子的面 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告诉我 六七家住几楼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他谈谈 谈什么 我不同意你们俩来往 妈我跟你说了 我心里有数 你有数 你有什么说你 人带个孩子你 你别去找他谈行不行啊 你不找他谈是吧 那行我来去找他 妈 我 我们回家去好吗 我跟你说 你说你 好吧 人家困的 谁在里面跟人家上 你干嘛 人家去干嘛 饭放在门口 钱在脚垫底下 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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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不该走 更不该跟你使性子 你没错 我错了 我求求你 我现在时间不多了 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行不行 你要干什么 我 我嗓子一声哑得很厉害的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废话 那你就别说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他耽误了我 可是我说过了 我是个轴人 旧人死了 我现在做的 以后做的 都是我自愿的 我不怕被耽误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你现在的样子 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了 只有我能给你最好的照顾 我愿意伺候你 那就看谁能轴得过谁吧 阿姨 小刘 你看我们住一个小区 我们都没 没碰到过 真是你 多少年没见了 就得有十来年了吧 你一点都没变 您才是一点都没变呢 我老了 你好 彤彤呢 回学校了 那正好那个 孩子不在 我 我想找你聊呢 现在 我 我等你半天了 小刘 哎 阿姨 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强 小强 也挺喜欢我的 你是不是 怕我给小强带来什么负担啊 小强 小刘 你 你现在离婚了 你说你带着一个孩子 我 我觉得不管是 从精神上面也好 从 从经济 经济上面也好 我觉得 都会给小强带来负担 小强真的是不容易 嗯 嗯 你要是 因为孩子的事 你大可不必担心 真的 你看啊 彤彤从小就跟我一块长大的 嗯 我为了让他有很好的教育 很好的生活 我一直都特别努力 我之前有一个大房子 我把它卖了 然后带着彤彤搬到这个小区来 就是因为我想把它从现在 到以后出国 上学的钱都攒够了 已经攒得够够的了 您放心 我知道 我知道你嫌弃我离过婚带了一孩子 没事 我的确是离过婚 我也确实是带着一个孩子 但我也是一个女人呢 我觉得我应该有享受在生活的权利 对不对 有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 你找谁 你找谁都 都可以 但是 不不可能是我 我我我我我我观念 嗯 我可能老了我观念有点老了 我就觉得你 你找我们家小强 我心里面就 我就特别过不去 那个 你你看你 你现在带着一个孩子 以后你们 你们总得要再生一个孩子 你说一下子 叫我们家小强 要去面对两个孩子 我 我觉得这这都是实际问题啊 阿姨 你说得都对 哎 其实当初我跟小强 在大学的时候分开 也不是因为没有感情 这你也知道 这十多年了 说我跟小强 我们俩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最后又绕到一起了 我觉得挺有缘分的 挺不容易的 我们 现在也不想再错过些什么了 我们也都大了 我们都知道对方的需求了 我们都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这种感觉特别不容易 我们俩 真的有一种在一起的感觉 现在 你说要把我们俩都生生地撕开 我觉得 你说这些我 我阿姨能懂 阿姨知道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是我的问题 其实我 我 我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一结婚就 就 就做后爹 我觉得那样对小强特不公平 对不起我可能说话说中了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这其实是一个现实嘛 对不起我 那个 我是一个母亲 我特别希望我自己的儿子好 我想你也是做母亲的 你能够理解我 对吗 我理解 别紧张 找你来没事 就是随便聊聊 我不紧张 你们俩真打算在一块儿过日吗 有这个打算吧 你们俩想怎么样 我管不了 我想的是 如果你们将来结婚了 我闺女有她姓什么 她是继续跟我姓的 还是姓你的姓 要愿意的话就姓刘 跟妈妈姓的 这我倒是没想过 你跟刘晨熙认识多久了 你了解她吗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她是我的初恋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怎么从来没听她提过呢 可能是怕你不放心吧 好好 既然你们都那么了解了 那我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过呢 这谈恋爱啊 跟过日子那可是两码事 彤彤上的可是国际学校啊 这将来这个家你负担得起吗 我也知道你是机长 你的经济条件可能比我好 但是我这个人真的很喜欢孩子 我绝对会对童童好的 我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童童最好的一切 我会保证她有一个健康的 良性的成长的环境呢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的 我放心 我也信 你要不对她好啊 刘晨熙也不答应 对了 你说到机长啊 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呢当这空中飞人啊 也都快半辈子了 最近公司准备让我停飞 让我搞管理 搞管理呢就没那么忙了 就有时间陪孩子 所以我准备让孩子跟我一起过 可是刘晨熙这倔脾气 我 我跟她说 所以啊我想让你帮我劝点她 兴许她 欠你的 你要我去劝刘晨熙 放弃对童童的抚养权啊 对呀 这多好啊 对你们俩是好事啊 过这二人世界 总比这三口指甲要轻松吧 不不不不不 这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开这个口子 童童对刘晨熙意味着什么 我太清楚了 而且刘晨熙也不会同意的 真的 我能够和晨熙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接受她的一切 我也接受童童 我真的很喜欢童童 我完全接受他们母女 接受这个家的 好好好 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 行 那也没什么说的了 不过 我觉得你应该去问问童童 你看她愿意跟谁活 看她是跟你亲呢 还是跟我这个亲爹姐 喝咖啡 梵林找过我了 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 只是随便聊聊 你妈也找我了 我妈怎么说 说挺多的 她不太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你也别多讲 我妈就是太爱我了 我觉得你妈说的都对 我们俩在一起 对你确实不要公平 感情这个事情啊 不是在菜场称天平称 也不是做算术啊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只有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 还不愿意 你一定也使劲 isch st clelocks I 你 你 第三 最义 הק 孕 这太好玩了这个 对对 彤彤 你还没有点菜哦 我忙着呢 那爸爸点吧 管理你想吃什么呀 我我我随便 点跑啊 彤彤 彤彤 这什么呀 彤彤 看曹叔叔给你买什么了 这么吃 这是一套爵士骨 彤彤 这跟那小朋友敲的 看看 看看 大好快 这次骨 你女孩子买这么贵的东西 以前那套骨 她打得已经不过瘾了 这女孩子就得贵养 多让她借你好东西 知道吧 红色的 对 这话说得对 这闺女啊 那就得宠着养 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在我这儿 要不然 随便什么东西 就把她给带走了 是不是啊 彤彤彤彤 过来过来过来 爸爸刚从那个 Apple Store 给你下了一音乐软件 你看看 你看看 哇 好棒耶 这里什么都有 有钢琴 有吉他 这边活啊 还有鼓呢 你看 彤彤 彤彤 你看 你要不要学学怎么装啊 这个可以自己装下来的 看到吗 自己就把它装起来了 看到吗 把这个织上 然后把这个鼓插在上面 找着架子在呢 这就是一个组合 架子在这里呢 你看 这是一个古谱 很有名的 Travis的一个 噢 一个乐手 这是视频软件 可以放在电脑上看的 爸 可以放给我看 我看 哎呦彤彤 这个 这不兼容 咱这儿放不了 你还给他吧 子彤 彤彤彤彤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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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把那鼓调出来 你看看 彤彤我说你 你还跟跟我玩了 你们唱唱好了 我带你吃个鞋玩 来宝贝儿 来宝贝儿 你先回房间玩啊 坐好饭叫你 来iPad拿着 谢谢那个 会学画的奥迷吗 我说什么呢 现在就来献殷勤了 早点吧 怎么着也得 也不是什么献殷勤 你不在的时候 一直是我跟彤彤玩来着 我们玩得也挺好的 那是那是那是 我老婆在家 你跟他玩 那你们俩肯定玩得挺好的 真得谢谢你 不过你俩关系再好 我估计也好不过我这亲爹 你看其实吧 我觉得那挺那什么的 你来了我应该那什么 不过我们俩离婚的时候说好了 这家吧有我一间屋 所以你看这事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一块儿跟他玩 看你到底 他跟谁玩得最高兴 反正都是为他好对不对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还是我走吧 别别别别一起玩嘛 一块儿玩 这天梯坏了半天不上啊 我跟管林离婚以后 他把孩子和房子都给了我 唯一的条件就是在这留一间房间 方便他飞行结束以后过来看一看通不通 这分手不分家的 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我去跟他谈 我去跟他谈 把这个事彻底解决了好不好 你赶快进去吧 小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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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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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啊 我想好了 我想开始我全新的生活 可以吗 可以啊 我祝贺你 但是你不能总在我这儿住着吧 不合适啊 这么着急让我给你腾房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咱们分开这么多年了 彼此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了 对不对 你如果 如果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子的话 我可以为你负担一部分房租 你看这样行不行 行 我明日就给你腾房 真的 你看你还那急脾气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别紧张 也没什么 房子我给你腾 钱我一分不要 不过以后 彤彤得归我抚养 对不起